請問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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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這個 之前國科會調查案的起訴書 那加上說王獻集 也被違反集會遊行法 那這個節骨眼上 你覺得這個半律不半然的狀況是不是越來越明顯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今天面臨到一個我們讓人 覺得讓人很擔心的現象 就是大家對司法普遍的不信賴 那也是因為長期以來 司法一直沒有辦法對社會交代說 他在執行法律的時候 他的標準是不是一致 那麼是不是有在不同的時空環境 或面對不同的政黨屬性 或政黨傾向的人 他有不同標準的適用 那司法一直沒有辦法 對人民做澄清 也沒有辦法適宜 以至於我們這樣看到的每一個個案發生的時候 人民馬上就有一個 一個質疑說這個是不是 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一個執法 所以我覺得司法 應該要好好的來做下來想一想 就是說在過去整個執法的過程中 我們是不是有標準不一的情況 是不是有 在很多的情勢的情況下 那司法沒有堅持 他應該要有的堅持 那這些我想 整體的社會對司法 其實是 不信賴感非常的深 但是司法也是這個社會 走向一個更堅持民主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們真的很期待 就是說全民應該要 凝聚一個共同的壓力 給我們司法單位給我們的執政者 把這個司法做到公平公正 讓人民可以信賴 主席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因為這個王獻騎 之前丟馬總統是鞋子 現在被違反 集會遊行法被起訴了 那在這個結果眼上 這個辦律不辦藍 這個司法這個問題上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又突顯出 這樣的一個司法上的問題 我們司法 就本來就是 沒有公平正義嘛 辦律不辦藍 這個已經很清楚了 那我知道的王獻騎先生 他事實上也是一個 就是說為了台灣 他可以犧牲 他可以奉獻 所以他個人 我相信他 他個人是 就報紙說 報紙說為台灣 只要對台灣好 他都可以犧牲這樣的態度 那我對他非常的健沛 那我也呼籲司法 應該這個 這個不要再 有讓社會 懷疑說 辦律不辦藍 輸來應該回到公平正義 是 有 也是 是 賢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